乔兰山留下一张光碟被公安部门破解了 骨牌倾倒揭开文物贪腐案面纱一角 东西是乔总放在我那儿的 让我带他保护 我这边实在是没有办法不救了 这就是一双永恒张胆的文物贪腐案 嫌隙健身 来历不明的花瓶将它卷入漩涡之中 李市长说他放了一堆花瓶在家里 托我顺道给他带回去 古法栏目剧《平湖暗流》第八集正在播出 小叶 如果有什么消息 请立刻通知我 好吗 李荣武 已经受监受贿 请跟我们的检察院携入手 传被告人李荣武 这就是一双明目张胆的文物贪腐案 我受到了刑刑逼供 是他 成立专案组 重新梳理 收集证据 我们还有十天的时间可以抗诉 你知不知道 谢小艺和李荣武是有关系 我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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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太亲笛了 是四桥硬桥 这硬桥要是出了问题 什么事情都藏不出来 有他了 快跑吧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开始为了满足思域 费尽心情 真是一步踏错 回头太晚 事到今 你我只剩下一条可以走 大姐 来两个饼 加胆 加茬的 干啥呢 你车 打开的车你 你喊什么 你车给我进来 我抓你了 快 别吼了 你车不服是不是 我说我了 警察上场 我说我了 什么 宝宝被抓了 我没有想见姚晓琳 招了 是乱车姐 发现乱车姐的裙子 阿丽 给我打了个电话 提醒我 安排唐燕去过影桥南山 那宋茶敲了什么家 我在楼上发现一些可疑物理 现在又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除非全部推到重建 这影桥要是出了问题 什么事情都藏不出来 听说你们这俩好话 请来谈一下 请你给我们回居里 配合调查 看普法故事 凭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 王小蕾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平湖暗流 今天已经讲到第八集了 之前是说 检察院在调查追踪 部市长李荣武 贪腐的证据 当初举报他的那个商人 陶南山忽然死了 你想想这多可怕 这背后是一个多么巨大的阴谋 警方在不断的调查局中 发现阿力 是真正杀死乔南山的凶手 那么警方来到乔南山的家里面 调查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光盘 光盘找到密码 一打开一看 大量的古代文物的照片 还有疑似阿力的照片 所以警方把所有的线索 放在一起分析说 这个案件其实是文物谈 与此同时 李荣武表面上看着四平八稳 其实是马脚到处开始漏着 他偷工减料 盖起来的工程出了严重的问题 我们之前讲到了 他开始去寻求老领导的帮助 那么老领导会不会帮助他 还有 为什么我们说暗流涌动 错综复杂呢 因为阿力突然间死了 遭遇到了一场离奇的车祸 但是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 现在警方手里有一个重要的棋子 就是古丸殿的夫妇俩 这两口子 你们干什么 你涉嫌倒卖国家文物 请你跟我们回局里配合调查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你把详细经过 给我们讲一遍 我不是都已经说过了吗 那些东西是别人放在我们那儿的 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都是听我们家老头子说的呀 东西是乔总放在我那儿的 让我带他保管 那晚乔总兴冲冲的 带着东西过来找我 老陈 你帮我看看这些东西 是不是好 怎么样 像是亲自宫廷里的东西 老陈 你可以呀 我这些东西 都先搁在那这儿 你这儿比较安全 只要能卖个好件 我少不了你的 东西放着 我走了 后来我听人说 是在长江四桥 隐桥工具上挖出了东西 省文物局出了现场 把东西收走了 听说你容我收回案当天 你和你妻子在庭外 找记者帮他喊冤 我跟乔总兰山是老乡 也是老交集 我来房子拆新的时候 他说你容我帮我说了情 所以在你容我出事的时候 乔文山说 我应该去帮个忙 我就带着老婆去了 你和你容我直接接触过吗 你是通过乔文山 见过一次 他对人很和安 你认识阿丽吗 秦秦 李复事长 你怎么亲的 来 请坐 张律师 我是特意来问你 小杰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律师呢和他接触了几次 但是他的态度很消极 据我所知 他应该交代了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 乔兰山留下一张光碟 被公安部门破解了 光碟内容是 工地上挖出了文物 其中有张照片 就已完全接 好 那他全说了 这个我不知道 回前两头谋 没有具体的消息 谢谢 告诉你 李复事长 如果你有什么话 想跟我说 随时给我来电话 如果方便的话 请你那个律师朋友 帮忙给小杰带句话 说我在外面 很惦记他 明白 对了 有件事情 我想跟你说一下 阿丽死了 怎么死的 吃火 什么事 一周一千 再见 再见 我 你回来了 你们是干什么的 换管道呢 天然气公司的 物馆通知我们 给你们小区更换 和维修管道 不用了 我们家现在的管道 还不用更换 辛苦你们好一趟了 不好意思了 走 不好意思 那天然气公司给咱换管道 你干吗 早上轰走啊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们家这管道用得好好的 这也没听你说我有问题 前几天他们过来检查了一次 说咱们管道老化严重 可以免费更换 这不今天就过来了吗 物馆吗 我是小区业主 你好你好 我问一下 咱们物业最近有没有安排天然气公司 到我们小区进行免费的 这个检修和更换 是这样我们家的管道 可能有点问题 那行 那我就直接给公司打电话 好谢谢 物馆说 根本就没这事 那天来了一个男的 他跟我聊了半天 那天我不是跟你洗罐子吗 他还问了好多罐子的事 你怎么说的 他问那个罐子值不值钱 我说我不太清楚 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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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丽 是你吗 阿丽 你听我说 情况很不好 请你跟老领导说一声 我这边实在是没有办法补救了 我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我帮不了你 阿丽 我知道你是假死 你这一死 更是帮我撑下了风口浪尖 皇帝挖住了木的事情 公安已经知道了 只要我死了 死无对证 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你赶紧把这张手机卡处理掉 这段时间都不要联系我 也不要联系老领导 有多少人盯着你 你比我清楚 有什么情况的话 我会联系你的 我会联系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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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急找我来 什么事啊 我就是想看看你 不知道为什么 咱们在一起也有好几年了 但是每次看到你 我都心跳得厉害 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告诉你 我最近发生的一切 你说得对 既然你是我信任的人 是我爱的人 我就应该把事情都告诉你 我已经在一起了 我现在想看看你 我最近听过了 我现在就可能会否认你 我现在就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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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拿着视频 举报我受贿五十万 其实他是想借这件事情 威胁我 以贪图后面更大的利益 所以那天的法庭上 举报人失踪 他临时该口控 这都是他尽情安排的 我的小舅子 卵成杰 知道了他的意图 担心他对我不利 所以想以其人之道 管制其人之身 没想到乔纳山这个人 平时树敌太多 就在同一天 另外有人对他下毒 卵成杰 因此惹伤了名案 那你为什么不把知道的事情 都告诉公安机关呢 我没有证据 乔纳山背后还有人 我也不知道 接下来 他们还会对我做伤 我担心你 我也知道 你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 所以我没有告诉你 小姨 我做了很多措施 但是唯一做对的事情 就是认识了你 我也知道 接下来我凶多吉少 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 我自从出事以后 一直没有和我的妈妈联系 我也不知道 他最近怎么样了 他是一个淳朴善良的人 每次通电话 他都说 家里挺好的 你别惦记 但是现在他哪知道 我是这么个情况 你能不能替我去看看他 我去看他 你放心吧 我会以你朋友的身份 去看他 不会暴露我们之间的关系 等我 我还是觉得 你应该把你知道的事情 都去告诉检察机关 好 等适当的时候 我会去说的 班长姐 你想清楚了吗 想清楚了 这些文物 是施工单位 在现场挖地基石 从地基里挖出来的 同时挖出来的 还有两口大缸 我得到消息后 就跟我姐夫 就是李荣武说了 李荣武到告了省委的领导 阿丽请来了 沈文物局的两位同志 来现场对文物 进行了勘查和清点 那这些东西 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我不知道 可能由阿丽和 沈文物局的人 带走了吧 老师姐 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说 这只是一些破瓦罐 看来你是不想说实话了 是吧 现场 这确实有不少破瓦罐 还有刺激 应该都是登记造册了的 我看那个沈文物局的 同志在现场 他也很认真地拍照来着 喂 小张 好 知道了 不然小张 去调查了一下 这批文物的去向 可是沈文物局的人说 侧上并没有任何的登记 现在表面上的关键人物 就只剩下一个 那就是你人物 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晰了 这就是一桩明目张胆的 文物谈判 原来 你容武老家在哪儿 家里都有些什么 老家在幽山 家里还有一个老梁在 这两年 他很少回家了 师父 师父 问一下那个 李荣武家还有多远 哦 就方向前面的山桃那个村里面 距离这里差不多还有五里地的 还有这么远呢 要不这样吧 我正好顺路 我捎了一段 好啊 谢谢啊 李大妈 李大妈 李大妈你来了 来了来了 谁啊 成地来了 大妈 我是李荣武的朋友 张成过来看看您 哎呦呦呦呦 进来 进来吧 来 进来坐 来 进来坐 哎 三儿啊 您进来喝口水吧 算了 我不 我还忙了 那谢谢你啊 好好好 再见 再见 好 快进来 姑娘呢 来 坐 谢谢 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你跟荣武 是什么朋友啊 我叫谢小益 跟理事长 就是普通的朋友 哎 荣武 很长时间都没回来了 昨天他给我打个电话 所以有个朋友 过来看看我 可是 我没想到 是个姑娘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跟她是同事吧 我和她不是同事 我在电视台工作 那你一定是祖师人 怪不得 你长得这么漂亮了 你一定采访过 我们家荣武吧 对 大妈 你怎么不搬到城里 跟理事长一起住呢 哎呀 我在墙下住惯了 我到城里干什么去啊 她工作又忙 回头还惦记着我们 她几头都干不好 大妈 时间差不多了 我就先走了 理事长说 他放了一堆花瓶在家里 最近 他重新装修了书房 想要摆回去 他托我 顺道给他带回去 哎呦呦呦 我放着呢 你等着啊 我这就给你拿去 来 这口袋里呢 放了些山坡 有板栗和竹笋 荣武最爱吃的 麻烦你 帮我带给他 你可以分一半 哎 对了 花瓶是放到里边了 我让三呢 用摩托车 给你送到车站去啊 等等 我让你送到车站去 阿姨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凯丽威你可不能迟到啊 我会让你当中道个歉 哪怕一句话都可以 行吗 您放心吧 我不会迟到的 我马上就出门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的事情总是让你操心 好 我马上就来了 来来来 喝茶喝茶 谢谢啊 好 大妈您身体挺好的 好着呢 李副事长常回来吗 不经常回来 半年多没回来了 他忙 您说他现在当这么大的官 就您这个旧房子 也没说给您翻修一下 几年前翻修过一次 现在好好的 那费那钱呢 他最近打电话回来了吗 没有 没有 我没说过 找谁啊 车来了 你们是从李副市长家出来的吗 是啊 这两天他们家人真多 都是打城里来的 除了我们还有其他人来吗 前两天有个女的来的 还是我烧她去的呢 女的长得好漂亮 要不我把你们烧出去 不用谢了 我们走着吃就行 那好嘞 走了 李荣武的母亲是一个人住 房子是前几年翻修过的 家里陈设也非常简单 李荣武最近也没有回来过 我们去的路上碰见一个村民 他说前几天有一个女人去过他们家 长得还很漂亮 但是他母亲并没有提起这事 然后我问李荣武最近有没有打电话回来 他以口否认了 我觉得他开始怀疑我们的身份 同时也在下意识地隐藏着什么 好了 我知道了 你去忙吧 好 你说这个女的会不会是谢小艺 应该是他 应该是他 以他和李荣武的这种关系 受李荣武之托去他母亲那 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他去那干什么呢 或者 你可以直接问谢小艺 我先走了 再见啊 小艺 艳妈 怎么样 还习惯吗 挺好的 最后期就当是练练手 对以后做节目有好处 好 只要你能接受就好 那我先走了啊 再见 喂 是我 你 现在在哪啊 嗯 我刚下班 还在台里 有空吃个宵夜吗 有点事就跟你说说 嗯 那好吧 我等你 好 我现在过来 小艺 小艺 说吧 我知道你今天 不单单是为了请我喝一杯咖啡来的 你和李荣武是情味关系吧 罗丽 你也把我当成犯人一样审问吗 这杯咖啡 算是为我招供提供的额外奖励吗 小艺 我的私生活 我的私生活 我的私生活不属于你调查的范围之内 我有权利不回答你 小艺 李荣武现在涉嫌了很大的问题 而且我们也知道你去过他老家 如果有什么消息 请立刻通知我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都能吃饭了 可能阿们 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叶妈 你能不能到我家里来一趟 怎么了 你生病了吗 没有没有 我就是有点事情想跟你说 那好 我马上来 嗯 好 我说我还要是什么事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他告诉我说容物可能涉嫌更大的问题 还说让我知道什么情况 就赶紧给他打电话 那 那这个花瓶 我也不知道 这容物说这是他家里一直用着的 最近他重新装修了书房 就是想带回来做个纪念 不行不行 你赶紧给罗永健打电话 他怎么突然跟你说起 李宗盛 他是不是知道你们的关系了 赶紧的 赶紧跟罗永健打电话 让他把这东西拿走 不然你真的成了协同犯罪了 不行 要是我把这个东西交出去 那我成了什么了 你搞了那么多年的法制节目 连这件法律意识没有啊 这是讲义气 讲感情的是吗 这法律又跟你讲感情吗 爷妈 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才来找你商量吗 没商量 这是要搁着我 立马捐起来 直接交上去了 你要好好想清楚 这事耽误不得 明天早上必须决定 两条路 一个是你说服李宗盛 自己去交了 要不然我陪你去交 小叶 别再发糊涂了啊 小叶 你舍然睡醒 你不停 你View 再发糊涯 你懂得 这个 啊 我 罕 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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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梳理一下这集遇到的法律问题 顾完店夫妇在得知古董来源后 还帮乔南山保管文物 不及时通报警方的行为 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刑法第312条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 转移收购代为销售 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还有李荣武和老领导私藏工地上 所挖出的文物涉嫌贪污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383条的规定 一贪污数额较大 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 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数额特别巨大 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 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 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那么我们在这集故事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文物和李荣武之间 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很明显李荣武的背后有着更大的利益集团 随着检查机关调查的深入 李荣武开始越来越发现自己处境很危险 他寻求所谓老领导的帮助 但是老领导没有答应他 眼见着工程度越来越严重 李荣武开始就束手无策了 可是这个时候很奇怪 他安排 谢小艺去乡下他自己的母亲家里头 取回来了一对花瓶 那当然 这花瓶一定是文物 可是谢小艺自己不知道 这对花瓶在他的身边 他自己就已经处在极度的危险了 还有我们看到 李荣武居然没死 那么接下来他会扯出什么事情来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我是王霄磊 明天见 这绝对不可能是一切安准的入室情节啊 那个人是不是为花瓶来的 那我就认了他 他现在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不出不息 这些烧焦的尸体 口腔是非常干净的 阿丽伪装了这处车祸 制造了假死的现象 现在清闲的继续 我们该想的办法都已经想过了 现在没有时间了 罗丁你好 请问小义跟你联系过吗 我还回不去